作为一个平时健身但又不怎么爱做饭的人来说 每天准备饮食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 但不幸的是 不管咱们是要增肌还是减脂 只要你有任何的健身目标 准备饮食呢 都是你不可逃避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来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既懒又不会做饭的人来说 我是每天如何准备自己的饮食的 我会教给大家既简单又方便的六种健康餐 来帮助你节省时间 达到你想要的健身目标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好了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就让大家看到我跟我的好朋友 在超市买了很多很多的食材回来 最近菜家又涨了 之所以做这期视频呢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小伙伴 在我之前的视频有留言说 吃的健康又贵又麻烦 我干脆就不练了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来多多少少改变一下你的想法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个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咱们经典的健康餐组合 鸡胸肉西兰花加米饭 只要大家在网上搜索健身餐 或者健康餐这三个字 出现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组合了 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鸡胸肉呢 作为一种优质蛋白来说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脂肪很少 西兰花的营养非常丰富 但卡路里又很低 米饭就不用我多说了 营养丰富同时准备起来非常简单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它也是在我的减脂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饮食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做法 首先呢鸡胸肉切片 放盐和胡椒 加热炒锅之后呢 咱们喷一层零脂肪的喷油 这里喷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粘锅 而我用的这个喷油的名字是这个PAM PAM 某宝呢肯定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喷油在卖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这一点非常关键 如果大家用食用油的话 很容易脂肪就超标了 等锅热了以后呢 将咱们的鸡胸肉放进去进行翻炒 因为鸡胸肉本身是必须吃熟的 所以大家务必要拖翻几次面 我一般个人的话会翻四次 鸡胸肉的颜色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当你在做鸡胸肉的过程中 可以同时准备做西兰花 首先把咱们的西兰花切块 然后锅里呢倒一些水烧开 我个人呢因为喜欢比较硬的口感 所以煮大概20到3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马上拿出来用咱们的凉水冲洗一下 米饭呢这里我用的是一种即时米饭 我搜了一下其实某宝也有卖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 只需要你撕开一个小口 在微波炉里加热两分钟就OK了 最后呢再把它们放在一起 再加一点林卡的辣椒酱就完成啦 大家看到整个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 平均时长呢只需要8分钟左右 每一吨的价格呢是15人民币 然后它的营养成分我放在这儿 这一餐的碳水相对比较多 所以呢我一般会选择放在炼后吃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摄入量呢 来调整自己的这个鸡胸肉 还有米饭的量 总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 接下来咱们第二餐是我在减脂期 尤其是备赛后期最常使用的一种备餐方式 就是咱们的罗飞鱼加卤笋 加红薯的一种组合 之所以选择这个组合呢 是因为罗飞鱼加卤笋 相比于鸡胸肉加西兰花 更容易消化 同米饭相比 红薯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 对于那些减脂后期 甚至是要备赛的小伙伴呢 它的续航时间会更长一些 下面就是咱们的做法 同样的先把锅热一下 然后喷一层油 相对于鸡胸肉来说 罗飞鱼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基本上不用切 有的时候比较懒 连解冻都懒得弄 直接从冰柜里拿出来 放在锅上把火调小 就让它自己在那煎 如果大家希望口感更好一些呢 当然还是推荐先解冻一下 再腌制就更好了 在煎的过程中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翻面 然后用筷子试探一下 中间有没有熟 过一会就可以出锅了 芦笋的做法呢 和西兰花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就不用我多说了 如果大家喜欢软一点呢 可以尝试煎一下 红薯的做法有很多种 最简单的就是用厨房用纸包上 然后在微波露里热几分钟 但是我家厨房用纸用完了 所以今天只能煮一下了 最后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完成了 同样的这一餐的准备时间呢 大概在8分钟左右 因为在美国呢 芦笋要比西兰花贵很多 所以这一餐的价格呢 是20块钱人民币 营养成分呢在这里 这一餐我一般也会放在炼后或者晚餐 无论增肌和减脂 这是我常年使用的一种方式 看到这里可能有些小伙伴就要问了 说自己是学生住宿舍 或者常年出差 没有做饭的条件 那该怎么办呢 那接下来咱们这个鸡肉沙拉三明治 就是为你准备的 完全不需要开火 只需要切一切摆一摆 就可以完成的一餐 有时候呢我懒得做饭 或者出远门 没有这个做饭的条件 我都会使用这个 作为一个备餐的方式 它的做法呢 真的是太简单了 只需要你把所有的东西摆在一起 但这里面呢我需要强调几点就是 大家在选择面包的时候 要选全麦面包 而且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标签 尽可能选一些人工添加剂 和糖比较少的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你的胰岛素水平波动过大 这里面呢我添加了一些牛油果 这是一个可选项 取决于你的脂肪摄入量的多少 然后咱们的蛋白质的来源呢 我这里面放的是火鸡肉片 在美国火鸡肉片是超市里切好的 非常方便 同时也比较便宜 如果买不到的小伙伴呢 可以从魔宝上买一些这种及时的鸡胸肉 切成片呢就可以完美的代替了 最后呢放一些蔬菜在里面夹在一起 BOOM就完成了 这一餐准备起来呢 只需要三分钟左右 刨取牛油果而言它需要十块钱 营养含量呢也非常的丰富 总而言之是一餐既方便 性价比也不错的备餐选择 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才我给大家推荐呢 里面有很多的碳水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减脂期 那下面这两餐就非常的适合于你 首先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早餐 蘑菇菠菜鸡蛋卷 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把锅加热 喷油 将切好的蘑菇放进去 加点盐和胡椒 快熟了之后呢 把菠菜放进去 当然这里呢为了省事 我直接就把鸡蛋打进去了 为大家为了更好的口感和美观的话 可以提前把鸡蛋搅拌好 煎一段时间以后呢 翻面 然后把它卷起来 放点辣酱 嗯就完成了 这一餐的准备时间呢 是在五分钟左右 而且因为鸡蛋本身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它只需要五块钱人民币 里面有18克蛋白质 7克碳水 还有15克非常优质的脂肪 每天早晨吃鸡蛋 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同时因为蘑菇和菠菜 都是那种微量元素很多 卡路里很低的蔬菜 所以是减脂漆 非常完美的一种早餐 唯一的问题就是 每次吃完就跟没吃一样 马上就会饿了 下一顿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减脂漆 我每天的晚餐 吞南鱼罐头沙拉 同样的这一餐也不需要厨房 非常简单方便 这里我买的是超市那种 深绿色的混合沙拉 之所以选择这种深绿色的蔬菜 就像我之前视频里提到的 它们的卡路里都非常低 不过当你超市没有卖 这种切好的沙拉的小伙伴 可以买一些 这种深绿色的蔬菜 自己切一下 当然了某宝上有很多种类 大家可以多选选 鱼罐头可以选择沙丁鱼 或者吞南鱼 都是比较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一般罐头会有两种存储的类型 大家要选择水浸的 而不是油浸的 从而避免一些额外的脂肪 做法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混合在一起 放一点醋就OK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放两颗杏仁在里面 准备的时间只需要两分钟 根据你选择的蔬菜类型 可能到8元到15元人民币左右 里面有大概17克的蛋白质 4克碳水 还有2克的脂肪 在给我提供优质蛋白质的同时 热量卡路里 还有碳水脂肪都非常非常的低 每次有那种特别强烈 想吃东西的愿望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这样的沙拉 作为一个家餐 所以在这里我也强烈推荐给大家 最后一餐是我通常在炼前吃的一餐 同样不需要厨房 那就是咱们的蓝莓蛋白麦片 蛋白蓝莓麦片 麦片蓝莓蛋白 随便怎么叫 总而言之呢 就是把它们混在一起 如果看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 就知道我以前吃燕麦呢 是加水 然后用微波炉加热一下 再倒一些蛋白粉进去 那最近我发现呢 隔夜的燕麦 口感会更好一些 大家看到这里呢 我用的是一根蛋白棒 把它切片之后呢 同燕麦和蓝莓放到一个碗里 将水没过燕麦 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里 8个小时之后呢 就有口感非常好的麦片 等着你啦 因为燕麦泡开呢 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呢 准备第二天的这个麦片 同样的准备过程 也只需要两个分钟 价格呢 在10元人民币左右 我这一餐里面有 20克的蛋白质 71克的碳水 以及7克的脂肪 通常会在炼前一个小时吃 充足的碳水呢 能够确保我在训练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表现 当然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摄入量 来调整一下咱们燕麦的量 以及碳水的含量 而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 6种健康餐哦 当然我相信还有成千上万种健康餐 但是这6种健康餐呢 是我亲身使用过 感觉非常方便 也是以前帮助我 达到自己健身目标的 6种饮食 更重要的是 别散也不会做呀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如果大家有比较好的健康餐的食谱 别忘了发这种弹幕 或者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也让我学习借鉴一下 视频最后呢 我还是想分享给大家一下 我的感受 吃的健康干净 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当你短期 看不到效果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放弃 所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比如你可以把你的冰箱清理一下 扔掉那些什么冰激凌啊 薯片啊等等等等 这些垃圾食品 换上那些相对比较健康的食材 这时候当你饿了的时候 就没得选了 同时呢 减少一些这种无用的社交 减少一些在外面吃饭的次数 多结识 有些共同目标的小伙伴 也是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我知道这些说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做起来很难 但是 实际上咱希望比别人更优秀呢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